我现在来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极限 这个极限的话呢 在三角函数的微分的时候 我们会用得到 那它的内容就是 当一个角度非常小的时候 sine theta 跟 theta 的话呢 会趋近于 1 它的意思是说 这个 theta 的话呢 要注意的是它是一个弧度 进度量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解释这个极限呢 我们要利用我们前面所学到的 那个叫做夹几原理 首先的话呢 我来看一个图 这个图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单位圆 那这个外面的这个线的话呢 长度半径叫做 1 好 我们首先的话呢 来看一下 这个坐标 这是 theta 那么这个坐标是不是就是cosine theta sine theta 下一个图的话呢 这个扇形面积怎么算 扇形面积的话呢 这是二分之一 r平方 theta 我们的话呢 写一下 二分之一 r是多少呢 是1 theta呢 就是theta 这个扇形的面积 我肯定的说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图 第二个图 这是三角形 这个扇形面积一定比这个三角形来得大 那问题来了 这个三角形的话呢 面积怎么算呢 我们来看 这个坐标叫做cosine theta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的x坐标就是cosine theta y的话呢 叫做sine theta 所以这个叫做sine theta 所以的话呢 这个三角形的话呢 它是大于等于二分之一底层高 二分之一底层高 再来看看 我们再来看 再来看第三个图 第三个图是更小的一个扇形 这个扇形的面积是多少呢 二分之一r平方 这个r的话呢 就是变成cosine theta了 所以的话呢 它又会比 二分之一r平方 r是多少呢 cosine theta 的平方 再乘上一个theta 就是一个不等式 这最大 这个居中 这个最小 好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下一步 我们三个都有一个二分之一 我们二分之一通通都不要 好 然后大家都一起除一个theta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 cosine的平方theta 小于等于 它除以一个theta 是theta分之 sine theta cosine theta 再小于等于一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话呢 我们大家在一起除上一个cosine theta 为什么要除以cosine theta呢 因为我的题目标题是sine theta 除以theta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除theta 是cosine theta 小于等于 theta分之 sine theta 小于等于 cosine theta分之一 好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得到了一个不等式 这个最大 这个居中 这个最小 那现在的话呢 题目是什么呢 theta趋近于零 那么我们就让这 这个不等式 三个式子 全部都一起趋近于零 那么我们来看 当theta趋近于零的时候 cosine theta 还是一样 小于 limit theta趋近于零 theta分之 sine theta 小于等于 limit theta趋近于零 cosine theta 分之一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 是什么呢 当cosine的话呢 这个theta是很小的时候 cosine theta 会约接近一 所以它会往一靠近 这个地方呢 趋近于零 cosine theta 会趋近于一 往一靠近 根据夹体原理 我们可以知道 sine theta 除以theta 当它取了一个极限以后 它会趋近于一 那这个极限的话呢 我们未来一定会用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tit了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